随着这个1月24号亚太电信要开台 现在电信业者也在冲刺4G的业务 远传台湾大都喊出了 他们年底要冲上百万用户 中华电信他比较正面看待 因为他们的目标比较高 要在年底突破130万 出席基金会活动 中华电信总经理时目标早早抵达会场 与现场贵宾握手寒暄 还不忘提起近期在电信业中 最热门的4G议题 我们相信绝对可以超过130万 因为现在3G升4G非常踊跃 认为台湾是4G成长最快的一个国家 中华电信从今年5月底开台以来 定下4G用户要拿下市占率4成目标 随着市场快速发展 用户目标也从原本的60万户 85万户 120万户到130万户一路上修 观察目前中华电4G用户数 已经超过百万户 市目标再度提高标准 要突破130万 台湾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竞争是进步的动力 我们也认为这个竞争会带来更进步 所以我们欢迎竞争 除了比较加点之外 还有比较它的树立 还有涵盖 还有服务品质 我想这个都要好好考虑清楚 面对鸿海集团旗下 新亚太电信 已经开始失水温 要在12月24号 以低价策略抢进市场 实目标认为 消费市场不能光看价钱 更要看品质涵盖 各式服务能否达到标准 对于新经业者 中华电绝对抱持 欢迎竞争的态度迎战 富士生陈威佑 台北报道